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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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间万劫能遭遇 百间万劫能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三十亿 愿解如来三十亿 天台四教仪 即教官刚中和所 各位必求 各位撒弥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长 我们上一堂课 跟大家谈到的四大步骤 四大步骤就是人道所居 那么他讲到北居如洲的时候 特别提到他是一个巴难 那巴难在我们佛教的基本的这个名词里头 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词 它跟六道基本是一样的 甚至于比六道还要重要 那就是因为我们学佛不能够堕入巴难 那堕入巴难当中呢 人去堕落的情况有四种 属于人生还有难 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呢 那么我们特别要跟大家来体验 三徒八难 俱离苦 四恩三有 俊占恩 那个四恩三有 大家都能理解 三有其实就是六道 但是八难是什么呢 八难 我们上一堂课有跟大家提到了 所谓的八难 三徒就占三样 剩下的五样呢 其中有一样是生天的 就是生在长寿天 或者是无想天 都算是 一般讲是讲无想天 有时候也讲长寿天 其实两个都算在一起 也就是所谓的 四禅当中有一个无想天 但一般不只是这个 是拿那个为代表 这个无想天再往上 就是你的定功又更强 那么慧解不动 不动 我会想啊 你知道吗 就是说真的很好 你吵他 他很讨厌 他就歇息在那里 你有歇息是长远节 长远节的歇息 不动心 那不动心是有外境不动心 那是智慧 那是智慧造魄 他不是 他就像那个石头无心 木石无心一般 没有念头 那这个完全不能解脱 浪费了你的定功 而很遗憾的 定是会消失的 所以八万大节定一消失之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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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空定 这个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水有处 非非想处 这四空定 到了非非想处 已经是顶天了 再也上不去了 没有再做的定了 没念头了还怎么定 那这个时候八万节 哇 你醒过来 醒过来的时候那种 那种无有动摇的心境 接近清净心 接近那个佛性的那种觉受 接近 但是他终究隐藏一个很细微的我 哇 现在春风吹又生 就好像石头压那个我植的草 压住不动而已 那个再大的石头都会怎么样 都会因为山河变化而化开 这一化开之后呢 这个树又长出了 就是我植又生长 只要一点点就好 只要一点点就好 那个人就抓狂 佛兰头 这个我们那个 那个什么呢 那个 梁王燦里头讲的这么一个外道 他说啊 他是不是 一出定之后 哇 其实他哪里叫出定 他是定力弱了 定力弱之后 哇 他觉得 我们是已经开悟成佛了吗 他以为成佛是这样 什么都不动 这样的 他以为这样的 完全是外道 然后 怎么这样 我棒佛 哇 他以那个定力的余式 他定消失不是一下消失 他慢慢降 慢慢降 慢慢降 但是他一开始定力一消失 心一动 动过比原来的那个完全不动 还要多一点的时候呢 他就被心的放大镜所看得很清楚 状况 生气 棒佛 所以佛说的修行假的 骗人的 这一棒佛马上堕路呢 他说 骗身 骗身上的虫 好可怕啊 所以最近有那个 台湾有比丘尼一样 三五个 七八个 叽叽喳喳的 什么都不懂的 然后要跑到人家那个中国大陆 人家那什么残堂里 要去跟人家做餐 要去跟人家干嘛 我就说 你啊 人家 所谓的凝动千江水是莫扰到人心 你们这几个嘛 我心里在想 也不是什么装不装严 就是女众 就女众像 女众心 女众形 女众态 八十四态 我看搞不好还 迈拉斯加一态 还plus 不是迈拉斯 还plus加一态 还这么严重的这种女众态 跑去那 那存人家男众 那坐禅的地方 你要说 那坐禅 那念头是很维系的 那稍微有点怎么样 他说 那心很扩大的 会真心就马上就起来的 那你这女众在哪儿啊 人家本来是那个心是定定的 那一男女人谁 美丑是没有决定的啊 那这个五百四 再怎么丑女人呢 被人家看到 他就觉得这很美 这是过去颠倒像 那种正在定当中 所生起的贪念啊 就像那个超级放大镜一样 咻 一下变得很大 完全无法控制 很可怕 你就反复反复完全不修行 他那个心就静在那里啊 他没什么动摇 就是水面无泼 你知道吗 水面无泼 一点点泼 一个小树叶下就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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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泼他会看得很清楚 整天就是泼泼浪浪 泼泼浪浪的 你丢一颗石头下去他也没感觉 反复是这样 他还有一点小好处 颠倒惯了 你说他在那个 他在那个夜店里回来他好好的睡 你说那餐馋的人 今天去把他拉到月店 不要半个小时 他回来你看他 他三个礼拜不能做 太厉害了 洞太厉害了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这些人啊 不要去害人啊 自己不想修就好了 不要去害人啊 回去听爱道经 不要去爱害人 听我的话 爱道经拿回去听 不要做这种事 那么无想天 长寿天就是这样 他不但不能够解决那个烦恼我执这种生死啊 他甚至有半佛的危机 所以经上说外道多生辞 你看看 所以啊 不要去羡慕外道 现在乃至有比丘 还在外面讲经的比丘 跑去印度找外道 然后说那是他的传承 从哪说 那是怪稀扭巴的这样 那说是外道 那是鱼茄寺 对啊 印度是很多鱼茄寺 鱼茄寺通外道说啊 世尊未出世之前就有鱼茄寺 Yuga是指身心相应 就是修订的人 叫做鱼茄寺 真心相应嘛 命为于且嘛 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很糟 那么就叫做什么 这个是天 讲的叫天 无想天 那人呢 人好几个困难 在人的八难当中有几个八难 第一种啊 边地呢 就是生在北聚如洲 也就是所谓的玉战 玉丹越洲 那么这叫做 边地玉丹越南 人道之北玉丹越洲 又叫北聚如洲 意为圣处 生此处者人 其人寿命固定一千岁 现在要多一岁 多长一岁 多留一天 我这样子都不容易 都可以为佛法多修一点 他能一千岁满 人类号称百岁 活到百岁的几兮 那八九十呢 能活的就很不错了 对不对 那那里的固定 保证班一定一千岁 这个千岁是固定的 那么呢 命中无妖 你看到没有 所以一定满 满足一千 然后呢 乐报殊胜无诸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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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无诸苦事OK 乐报殊胜在极乐世界也OK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 贪卓享乐是在后面 贪卓享乐 极乐世界也乐 有人对这个极乐两个字啊 听起来他好像很爱他耳朵一样 他就觉得那是人类想象的 那个是贪卓 那个是逃避 这个是佛当时为了众生 有一类众生 他连信极乐世界都不信 这神光 信奉弥陀佛也不信的时候 你用这个极乐比较究竟的话语 来诱饮他 大地黄金为地 居然有人写书什么写 他说太俗气 讲这个话你不怕跪跪跪跪跪 讲这种话实在是 对不对 你怎么会讲 世尊讲这种话太俗气 是你颠倒于痴还是世尊于俗气 世尊都是为众生讲话的 这个律上有这么说 律上说到说 女众有一些戒文 我们今天都不好公开说 比如说不能替三处毛 不能够以瓜果类当男跟行饮 自饮 这话很难听 那主书就说 他说世尊经口从来说善语 从来说利益语 但是就是因为众生颠倒 他爱 他爱护众生 不得不从世尊的经口中 说出这样难听的话 你看看 你看看 所以你要懂 要举一反三 所以世尊讲说黄金铺地 极乐世界这种话语 这种话语是为了诱引我们 凡夫众生反正就颠倒向 你要用这种话语来导引你 什么叫金不金的 到了极乐世界就是你的心所见的庄严相 那个是世尊所说予 所以在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 你的心是无有什么呢 无有我所的 有我没有我所 为什么 还是凡夫的所还是有我 除非你正无生人 那还是有我 不过那个我 没有我所的境 跟缘好让你一起 什么意思 我是凡夫我还有我 所以我还得修 在极乐世界还得要去清净诸佛菩萨 然后慢慢的什么呢 修 断无我 然后再修法无我 错了 你就弄错了 不 我见是任运断 跟我 他不需要特别断我见 法见清楚了 我见任运断 所以说见师任运断 这是在人间也可以修 就学原教的时候就是可以修 见师或是不去不必需要去断的 他任运断 我问你啊 梦中老虎你要不要在梦中去打掉它 要啊 你还在做梦你就去在梦中打掉它 可是有一种人很强啊 谁大乘原教人 天台中讲原教人 我干嘛叫你在梦中打老虎 我叫你醒就好了啊 还打什么老虎 醒过来啊 一醒天下无老虎 我就没事了嘛 是不是 所以任运断 不断老虎老虎不见了 干嘛断老虎呢 这是原教的修法 所以有人一直在辩论说 那天还有法师 他好意啊 他跟我讲说他学天台 他认为 这个菩萨在什么地位啊 应该是断见祸再来断失祸 我告诉你 跟我讲菩萨 然后跟我讲断见祸跟失祸 那就已经不是菩萨了 已经不是原教里头讲的什么呢 什么原教里头讲的菩萨 那要勉强说的话是 通教里头开始要转 你要知道通教是通前通后 他本身不停留的 换句话说要通前去了 他就停留在 不是说不停留 他没有所谓本身的位置 他要不他就在藏教份上 只见空无我的缘起相 见空地 那他当然就要断见尸 我们是藏教人嘛 他通前荡教 只是他多了一些什么 他修法比较自在而已 那往后呢他就被接了啊 通教人被后面接了啊 你不要去讨论通教人的接位 那是没意义的 他一定要被接 不然就不叫通 通在后边去了嘛 你就去后边去了 你怎么会有接位呢 那你就通到后头去 所以没有所谓断见尸 去讨论到通教人的断见尸 已经也有问题了 你要直接讨论藏教就可以 好 那是多余的 不需要去讨论 好 那一样意思 极乐并没有过失 那个在北俱如洲 有乐本身并没有过失 是你看不起这个乐才是过失 在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我 我凡夫还在修 去那那不是立刻变成圣人 但是呢没有我所 我要的东西 何以故 一切自然 然后再来更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是莲花化身 最重要 无有女人 莲花化身 无有女人 这两个最重要 莲花化身没有父母 没有父母就没有恩爱 没有恩 依于恩所起的爱 你要知道今天多少人出不了家 两个原因而已 爱染男女 孝顺父母 就是这样 从爱染男女产生为贪爱五欲 一定是这样的 男女不能一直在那儿贪 所以就拿另外的五欲 饮食 旅游 打嘴炮 随便讲话 唱歌 这一类来伸张欲望 这些都是你内在的欲望有不满足 然后你要去要求 这就是凡夫 北俱律中也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一直这样 所以他有由我所 极乐世界呢 第一 莲花化身 第二 因此没有男女 这两个 居然有那个惠基本 夏连居那些人 吹捧那些人说 这个康生凯本里头 没有讲到那个无有女人 跟莲花化身 我说字的明明白白写在那里 我不晓得他在看什么 这种有的说歌坑的 所以说 主意是什么 贼心凯拜 他胡乱说话 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有 康生凯本当然就讲了很明白 各部的 各本的无量寿经都讲 无有女人 莲花化身 可是呢 这样子使得他那个我所 降到最低 那个我有 那个我确实是在那里 那我所不是说完全没有 降到最低 那他的自在相是什么 因为他不基于这个 肉体的欲爱来投胎 所以他是被赐尊 被阿弥陀笼罩在那里 本愿笼罩在那里 怎么叫做本愿笼罩在那呢 很简单 你只要看 我以前经验说 我上那个联姻寺 那么清净唱功 那么在联姻寺 几乎你什么也没可能看到 什么也没可能 你也不可能看到女众 一张报纸share 你就看不到 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了 以前是这样 一张报纸share 你就看不到 一些男女 一些异象中的东西都不会有 哪怕是有那个居士 女众居士来朝山 我们就被那个窗帘给遮住了 不过我们也不会想要去看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 反正我们学生嘛 来这巡修半个月就下山了 没什么这样 但是一下山的时候 你对照你会发现说 这本来没有人念头 我现在一下山了开始有了 而且念头 无非男女贪爱 饮食 欲望 以游戏放逸 你看看 境界有跟境界无 我明明是一个同样的凡夫 而且是一个读书的小孩而已 你说修什么呢 没有啊 还在学校读书 去到那里了 环境一这样了 马上不起念了 你看看 就这样 所以说为什么说 助医生团这么重要 因为模拟一个极乐清净的修行方 方针了 未知了 北俱如洲完全无 所以贪爱啊 贪爱享乐 重点在这个 所以是这样子的 有人居然说 极乐世界太快乐是不是有执着 我说执着 要执着执着 那个也没问题 就讲的是这样 因为那个不是有我的 那个我所的执着 再来 因为贪爱它不是佛法何以故 佛法以觉悟为开始 他贪爱之后 他贪图享乐 而享乐从来没有停止之后呢 他那个心没有这种念头 不想听清净法 不想听离遇法 那么所以说不求诸离 不受教化 你看不求诸离不受教化 不受教化 那么这种人呢 在人间 我们南瞻步骤也有 但是他不是不受 他是业障现前 也是有 有两类 一类就是太富裕 你看他 你跟他讲经说法 或者是你在对某人讲经 他在旁边陪着等着 那两个眼睛啊 失焦 茫然 会这样 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一类人 很多这一类人 他完全不能理解 人家讲的稍微比较道一点 与道相应的话 他丢下去 这就是失焦 这是太富贵 那第二种是什么 业障中 一听佛法就生病啊 送急救啊 那么听 跟人家好不容易跟人家去听经文法 要去的时候家里就出问题啊 然后 然后怎么样子啦 就一大堆事情就跑来 要不就坐在那里了 奇怪啦 屁股一着桌子 桌子 不不不 坐椅子了 他就睡着了 他就睡着了 你这可怜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什么 不是佛法 是以圣人不出其中啊 得见闻佛法 这就是北巨如舟 那么第六呢 上一堂课有讲到 因雅 我又再去查了一下 因 因者雅也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其实就是雅 那我们的雅呢 那我们的雅呢 现在我们说雅的雅巴 雅巴很难听了 那么雅呢 其实在古人的说法里头 是一种笑声 啊啊啊啊啊 这种笑声 名为雅 所以说还不是真正讲说雅巴叫雅 反而是因这个字的名为雅巴 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第二行 瓜糊 因 康熙字典上面说啊 他引那个说文解字说 因字这个字就是病言为之雅 就是不能言病 不能言的病 叫做因 市民里头说因呢黯然无声 所以说根本没办法发声 那么有一部书 他说因者为口不能言 讲得更清楚 但是他对解释雅呢 解释雅就很特别 他反而解释成这样 刚记字典引说文解字说 雅者笑也 说文解字反而说它是笑 吉运 吉运是一部 一部运书 就是发音书 把它又说为雅字 因也 所以说 就等同雅者等同音 那那个雅 那个口字边等同言字边 就是所谓的不能讲话 所以音雅音雅是互用的 是互用的 可以不用再分别 那我们继续讲到 四字变充 这是重点 四字变充 四字变充这么说的 什么叫四字变充 四字 世间字 不是智慧的字 是世间的知识 四字 名为四字 变充是什么意思啊 聪明灵力 灵牙利嘴 变者灵牙利嘴 聪者聪明灵力 耳聪慕明 反应迅速 哪一类人最这样呢 听清楚啊 躁欲诊的人 主要是躁欲诊的人 有一种人是躁欲诊的人 那躁欲诊的人 第二种人是什么 叫做坐禅着魔的人 这两类人 保证四字变充 李安浩贡的公书一 你怎么讲的讲书他 这种人我看多了 我从以前在读书 一路这样看 他呢 对的是怀疑 有一点点他认为不对的是 他就扩大 绝对得理不饶人 然后呢 隐世间人所说 叫做路牵野佗 顺世间 就叫顺世的普世价值 顺世价值 现在讲叫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 讲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啊 佛教徒没有特别要凡什么 但是对于一切的价值呢 都以佛法的价值作为基础 没有所谓的普普普世价值 符合佛法的世价值 不符合佛法的我们暂缓 不符合佛法要分两类 一类是不符合佛法 但是符合世间价值 一种是两者都不符合 有这两种情况 那我们的默然 或者善巧一点的时候 会跟他用世间价值讲是有可能 但是这两者是 这两者是有分别的 这两者是有分别 比如说 我们在对世俗人讲话的时候 或是沙咪亚书学者不用去听 因为那是顺世间善法 叫做路且也陀 顺世间道 顺世间价值的讲法 那有时候呢 刻意要怎么样 刻意要破它 那把世间价值也不接受它了 那么逆路且也陀 也是有这种情况 那当然另外一种逆路且也陀 就是像那种嬉皮文化 像那种所谓的 所谓的众欲文化 一般来讲众欲文化在世界上 欲是每人都有 但是一般人有理性不敢众欲 但是他就强调一种众欲行为 那就是一种逆 逆世间的价值 也有这样 那我们也可能会跟他说 我们要逆世间价值也有可能 逆世间价值也有可能 那逆世间价值也有两种 好 那么这叫做变充 这种变充呢 是外道型的变充 还有一种变充是什么 是内道型的变充 那很惨 你比如说 他号称他参禅 你跟他讲净土宗 他就批评啊 批评啊 拿他所知道的来否定啊 来否定 用的都是佛法 用的他认知的佛法 那你要是这样很可怜呢 你有时候你觉得他错 你也讲不过他 为什么呢 他世世而非的道理用太多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他呢 他侃侃而谈自以为是 他完全不听你解释 但是一般人听了 会觉得好像有道理 佛法内的世世变充 那危害更大 外道的世世变充 纯粹就是调侃伴佛 他是依知法有办法 那个更严重 更严重 那么就是这种世世变充 所以的世间知识 所以我也常常讲 现在男众跟女众 全世界的男众跟女众 都读一样的书 我听说回教国家不一样 但是呢 好像西方国家跟华人世界里 你看小女生 从入幼稚园一路开始 一直到读完大学 读完博士 男生女生读的一模一样东西 你想想看 这怎么对 这怎么会对呢 这怎么能叫平等呢 是不是 生小孩还是男生吗 对丈夫贪恋比较多 还是对老婆贪恋比较多 一定是女生对丈夫贪恋 依恋比较多 我管你哪怕当女总统 你也是这样啊 这就是天性啊 天性不同要什么 顺性而交啊 可有同可有不同 这才对啊 所以你看世尊戒律 男女不同 教法有特别 有一般性的教法 比丘比丘你可学 也有特别对女众的教法 有特别对三咪的教法 甚至有特别对外道的教法 对不对 他是顺应姻缘而交啊 你看现在世俗的教育 男众女众一路交一样 你难怪啊 难怪女众她不敢结婚啊 她要把丈夫给fire 难怪会这样子啊 这是很颠倒的 这不对 这不是什么女男平平等问题 这是一个世间治颠倒的问题 这就是世间治 所以这世间治有相当多 是人类自以为是的观念 那就是你坚持他这种为价值 那还有一种人 不要跟我讲佛啦 不要跟我讲极乐世界 你给我看啦 我说请你你是你爹生的对吧 师父你怎么讲 我没看过你爹啊 我爹在我家 好 没关系 你看过你外公吗 我小时候看过 好 那你看过你 你外真真真祖父吗 没看过 没关系 我不相信你有 你找他来我给我看 我没看到 你也抓啊 你请他出来我看看 神经病啊 阿弥陀佛在哪里 几个岁月在哪里 你给我看 不然我不信 你不信你不要信 是不是这样子啊 他就是用这种世间的 所谓的 你看我多行 我有这种眼见为凭 这就是普世价值 有图有真相 有图才没真相 现在都可以假图 外面卖的那个美女图 哪一个不修图的 他拿得出来 丑八怪我告诉你 是不是啊 有图刚好没真相 是不是啊 那就颠倒 这就是世智变充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世代 遇到这些 现在我看到的是出家人 自己都在世智变充 或者随顺世智变充 所以呢 出了家了 做三咪了 做比丘了 还想去读书 还要去跟那世俗人 要了一个学位 说这样才好度众生 起颠倒见 完全颠倒见 那不能这样想 这个是不对的 那有人这样说 有人这样说 我们想我们取人好的 你来教我什么 我听什么 那是可以的 但是你讲那些话 我们自己要分析清楚 那就是世智变充 那就是世智 你修行了 有智慧了 礼遇了 发起这种神通力量了 那念念之间这样一望 你就知道道理 所以说不必要 不必要担心 度众生是内在修行的自然流露的事 不是说你要去度众生 拿个什么东西来度众生 我站上台面上去度众生 这样我就有平台可以度众生 修道人哪有什么平台不平台 哪有什么度不度众生的事 就自己自信众生先度了 你自然有姻缘 隆天推出就好了 随缘随性就可以了 所以说不必这样 那有人 有人有什么单位 我们不好讲了 那么重要的单位 国家级的单位 要找你去 要做什么样子的 弘法立身做什么会长 有人就来劝我说 你这样可以度众生 没关系 给人家利用一下没关系 我说这不是利不利用的问题 这已经不是利不利用的问题 这是一个历史怎么看待你的问题 在古代 在古代有所谓的什么 这个 君主的专制 那为了要保护人民 好啦 算了啦 那就有几些人牺牲一下去做升官 可以 那今天也是一样 遇到某一些专制体制的话 你要去做可以 但是不能每个人都去做 尤其有一些人不应该做 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去做 做了人家以后我讲话 就好像都是替政府在讲话 替什么某个单位在讲话 那就不行 是这样 人各有志 他讲起来也有他一点点道理啦 不是都普世有价值 这就是一种辨别 但是不是适智 适智就是以世间的价值 通途认知的价值 作为价值的依据 那就是适智 你看它为什么叫智 就是世间的智识 智见 学识 以世间为本 所以有人说 八经法不符合时代潮流 佛陀绝对不会违背 佛陀讲一切众生皆平等 绝对不会违背 男女不平等的 八经法是不平等的 你看这完全用四字的思维 八经法谁不平等 谁不平等 你跟某甲顶礼 叫做你不平等 你在恭敬他 就是你比较低 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那个什么 法华经里头 那个常不经菩萨 他一切人都去恭敬 最后还发几神通 是不是这样子 他就都去顶礼人 他遇到人就顶礼 顶礼到人家拿手丢他 他还顶礼 他夺远远的 他还继续顶礼 我不生气你 打我不生气 你将来一定成佛 那些人气到爆 拿手丢他说 我不需要你这虚妄的受忌 你的虚妄受忌我成佛 你是把他抠吗 人家都要骂他这样 他照样顶礼 那他是颠倒的 很愚痴的 这是很愚痴的想法 这就是所谓的适智 拿世间的颠倒见了 晃进了佛门里头来 或者叫世间价值 不要叫颠倒 那是世间价值 你混入了佛门价值来 居然有人要跟着相信 可怜悯 这是适智变充 所以适智变充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那这是一种明显的适智变充 第二种还有一种隐藏式的适智变充 是我们自己的适智变充 比如说这样讲 这个戒律可以这样 稍微那样一下 应该没关系 这种想法 佛法是这么说的 其实也可以那样说 你要正到那你才那样说 不是说你可以这样说一说 就自己放弃了佛法的手持 这个不太说是世间价恶意的四字变充 但是已经是你自我解释 就是以我职为本的解释 这都是广义的四字变充 那么好 我们来看看他的内文 四字变充者 你看喔 为虽充立 虽然很充立 藏小聪明 身陷邪戒 邪戒有一个标准的意义 就是波无因果 主要是波无因果 或者是什么 这个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主要是波无因果 波无因果 波懂的意思吗 波就认为 没有因果这回事 我就有同学 我不好说谁 他就很可怜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读书后来学佛了 学佛了之后 有一次同学会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样的聚会 他就出现在那 然后他也在读书 然后他就 某人 老梁 听说你在信佛了 那很轻蔑 很轻蔓的语气 我说 是啊 这有佛吗 这有真理吗 这间真的有真理吗 我说 是四次变中 是这样 四次变中这样 我说 你觉得呢 你觉得那你要不没真理 那你医什么东西过日子 我就给我自己啊 我不是很好吗 两年后 他到现在 他到现在恐怕智商是剩下六十 还是二十五 他被撞到没死就好了 他已经变成那样 生活稍稍能治理这样 以前在小学同学的时候 他那话语就非常的犀利 得力不饶人 四次变中 这是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这样印一下 这种声音超过三十年 我都还记得 因为很恐怖啊 那种态度非常轻蔑啊 我记得很清楚那种轻蔑感 那种轻慢心啊 那种就像菩萨界讲的 那种文人棒佛阴生 如三百万次心一样 所以说我三十年多年 我都还记得 我都还记得 我都还记得他 这个人 然后呢他学佛了 现在学佛了 那你真的是慢 十字变中之可怕 那家庭教育也是这样 他整个家庭是这样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 障小聪明 他以前很会读书 身陷邪见 那么了忘直身后难回 虚妄的词曲啊 很深很厚 根本你铲不开 拔不掉 很难回转 不虚心学习 而他的性格上 也不虚心学习 也更不可能修行佛法 唯物什么呢 单习外道经书 有那个 有比丘尼 自己都在讲课的人 常常给我那个转性 转记些什么东西 什么心理学的哪位大师 什么西方哪位哲学家 我怎么去骂他 我说你这个丢脸无耻的家伙 你还能够站在讲桌上面去讲经说法吗 你拿这个都是价值啊 这个世尊早就已经说过头了 而且这根本不是属于价值的 你今天你系这垃圾来给我 污染我的眼睛你干什么 我说骂一顿 写心来忏悔 写心来忏悔 那还比较好一点 我们都讲出他的问题了 后来我讲了一堆 浪费我很多时间了 我说你这是法不入心 爱道经你要好好去学 你拿这个都当做是诸欲 当做是好 你看看 曼彼丘称师弟 是净白衣如色礼 从瓦力若金玉 是什么呢 是曼佛法若瓦力 颠倒 你把那世间那个瓦力 当做金玉一样 世间人讲那种话 那算什么金玉良言 到处去发 那世尊讲的话呢 你完全都毁师 你是不会听啊 不会学是吧 亏你还当老师 在佛学也当老师 比丘你在那边不要教比丘 你该怎么办 连这样都体颠倒了 何况你还跑去读世俗书 西郎 对不对 好 习外道经书 世俗典籍 不信出世政法 甚至于诽谤佛法 这就是世事变重 我第一段讲的是讲到内心 现在讲到相貌 他就这种相貌 所以这种人很喜欢读那些世俗书 引了这些世俗书 出家人去跟什么神父 去跟修女打成一片 跟他们一起写书 一起演讲 好光彩喔 就觉得好光彩喔 就这样想 你是上世对下世人 尼玛那深圣的佛法 已经被拉到人间的神道教那里去了 耶稣教不是神道教吗 他们就是神教吗 神道之教吗 人家已经把人拉到那里去了 没有啊 人家我还是出家人 我也信佛法 信佛法 世间究竟的解脱法 那么样究竟 外道无知的呢 你现在已经跟他讲他们之的话 那你已经降低你的内容了 是这样 甚至到处报 到处哪里 我写那个水月钞 翻译成英文之后 人家马上 神父的神父 神父的老师 当然也是神父啦 神父喔 马上拿过去 他们的神学院里头当教材 他们怎么说 他说佛教是修行人 佛教修行人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要做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吧 我们最起码也要像这个法师 这样 这样 这样做 这样做 人家是这样来学的 我呢 我跟他走在一起了 我让你们知道了 我去做广告了 不用 因为那是我们出家修道的事 你也想修道 没关系你拿去参考 我教你 你去参考 那可以 是这样 你不能跟人家走到一块 人家拉你下来的 你还自己沾沾自喜啊 那就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 世事变冲的一种心态啊 不要有 好 那么再来呢 第八 生在佛前佛后 什么意思 我们生在佛前佛后 当然不是 是佛法前佛法后 就是佛出世前 没佛法 叫做佛前 什么叫佛法后 不是佛入灭后啊 那都完蛋了 那就八十年而已啊 你还怎么生 你的正法都不算进去啊 不是 是佛法灭后 灭尽之后 就是正法五百嘛 女人出家剩五百 假如说剩一千啊 然后呢 相法一千 末法一万 一万两千年 佛入灭后一万两千年 名为佛后 剩下最后一句阿弥陀佛还保留 最后一部愣言经保留 然后最后愣言经没 阿弥陀佛没 再留百年阿弥陀佛 就是一万两千零一百年 连南无阿弥陀佛也没得听了 被世光光烧光光 相也毁啊 所有的没有 那就真的是佛后 就这段时间之外 所以生要生就死啊 生逢其时啊 生不逢其时真的是屠夫户啊 你有志难生呢 讲修也修不得啊 所以诸位 这样讲起来 我们是不是都八难之外 这叫做圆满人生 还有一个是盲龙阴雅 我已经讲过了嘛 这样叫做 盲龙阴雅 其实要扩大为什么 六根具足的意思 包括手脚 那么真正的八难是什么 龙芒阴雅 少一只手 少一只脚 乃至于手不方便 小儿麻痹等 这些都不算是八难 因为他听闻佛法不困难 不能打坐能念佛 能信佛这不困难 所以他不算八难 所以这些八难 你看哦 佛前佛后 北巨如洲 这个四字变充 再来 龙蛮阴雅 你看四样 八难中有四难是人间难 你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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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惨 所以说 只要能来到这里的 哪怕是小沙咪 小敬人 他能多待几天 算待几天 都算是有福报 因为他你看 第一离难 第二小时候 就能进佛门熏悉 哪怕他最后是不能待 他也算是有福报的人 不过就是好好教就是了 要让他懂 这样就算不错 你生而为能就千难万难了 还会有八难 你想想看 那更别提那么 升天有这个外道难 无想天 长寿天的难 那么再来就是堕落地狱 那就是未来的难 所以好苦 好 那么这样知道了 OK 再来八难的分类 八难就这样 八难怎么分类法 它这么分的 三途及盲龙英雅是苦障 北岳丹岳以及长寿天是乐障 太苦了 龙芒英雅跟善徒就是苦障 太苦成障 再太乐成障 是什么 北玉丹岳天 还有这个长寿天 或者无想天 这叫乐障 快乐了也是障 所以不苦不乐比较好 还在四日变充是恶障 恶见障 恶障 我告诉你 这前三种障 苦障跟乐障 都好过恶障 因为恶障一不小心半佛 这下堕落就是很惨 就没未来 而且还坏人正见 这是很严重 佛前佛后是为善不足为难 不足为善不足学佛 就是极为的善 他是人啊 生在佛出世之前 佛出世时我沉沦 佛入灭后我出世 就这样子 佛法灭后我出世 这就是福报低业障重的人 的难堪处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为 为善 太为了 是人 好啦 是人 没有其他 倒霉到这样 生不逢死 所以应该怎么样 畅念 畅念八大 十大愿亡 发十大愿亡的心 恳求什么呢 常随佛学 你就生事不理 大乘法 那生文法里头呢 受八观栽戒 下面就会有解决了 好我们等一下再看 那么再来 大波罗经上说 这是大圣译章这么讲 大波罗经有怎么说呢 大波罗经上说 有六难 集 注意看 有六难 佛事难 有六难 佛事难遇 正法难闻 善心难生 中国难生 人生难得 再来 诛根难聚 人有六难 佛事难遇 就是佛前佛后 这八难 第八难 第二 正法难闻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 诸根巨竹 或者叫做 盲龙英雅难 善心难生 就是世世变中难 中国难生 中国难生 也算是什么呢 佛前佛后 他身在没有佛法的地方 人生难得 也算是 始终佛事难遇 他就讲了 下面就讲 佛事难遇 正法难闻 这两样 你看到没有 相当于佛前佛后 难以及长寿天难 这两个都相当于那两个 不是对应 两个都属于后面的这两种难 长寿天难跟佛前佛后难 那善心难生难相当于世世变中难 单独一对一 中国难生难相当于边地难 也就是水北聚如天难 北聚如天难 人生难得就相当于山途难 朱坑难聚相当于盲龙英雅 英雅难 看到没有 好 那么这样子就了解到说 其实呢 《大利波捏盘经》也提到了 人有六难 其实就是霸难 跟霸难相对应 再来 世教于极柱里头 世教于极柱里头 那么 这么讲的 极柱里头说 山途为山 人中有事 你看 人中有事我会讲吗 囊龙英雅 世事变充佛前佛后 然后呢 北聚如舟 有没有 人间就四样 八难人间占四样 你想想看 好危险啊 是不是啊 那么呢 天上就是长寿天或无想天占一种 那山途自己就三种 这样子就是八难 世教于极柱记里头这么隐呢什么 静明树 以静明树说啊 有两种八难 所谓第一 凡夫住四八难 也住里八难 也有里八难 里八难是二称住里八难 哦 这个深奥 这是天台才会这样讲 就我们凡夫有事项上的八难 不能够 不能够闻佛法 而二称人呢 你要知道 在原教的角度来说 二称人是八难之一 根本八难具足 完全不闻佛性 这个太难 在某个意义上 在某个意义上是 已经修行了的人 成就的人他会说 宁可做凡夫 不要有八难 也不要做二称果仁 面临里八难 隔障佛性 累劫难以成就 你看这么严重 所以你看看 怎么能够让你有因缘学大乘法 你怎么可以不学好大乘法 你还是学生文法 那根本就是 跳进火坑 跳进八难坑 虽然是圣人 我们要尊重 可是那样圣人不见佛性 一叉叉圆 人间的萤火虫 跟天上的什么 天上的太阳 你一变成萤火虫就不动摇了 你应该直奔太阳 做太阳 不要做萤火虫 的智慧 要直取上上 这里有讲这个是 好 凡夫的八难就前面所说的 也就是戒内 是八难 也就是戒内的八难 好 就前面讲这次八难 好了 那如果是理呢 理二圣人的理八难呢 是戒外八难 理乃是戒外的八难 这事情就大了 怎么说 天台九主 今夕大师 今夕赞人大师这么说 若欲略名 则有余捏盘中三十心人 为三恶道 诸无我法 名为北周 地前法碍如长寿天 未有出地十种六根 明珠根不拒 地前至前如世事变充 不穷中理如佛前佛后 若时报土中 畏畏相望节节作之 此并藏于中道理也 然此且说 说 然此且说住四八难 在这里讲的是四八难 没有讲到二圣人的这种理八难 理八难里的他 我们也是略说一下就好了 他说 你在有余捏盘里头 你不见 但见空性不见余法 不见妙友 也不见中道 那么这样子说 在这个有余的捏盘当中 三十心人 三十心人以后再解释了 就是 你呢 于阿罗汉位 还有什么样 还没有完成 之前所修的 凡夫的内凡 应该说 应该说是 外 在 藏教人的内凡了 那么人家为三恶道 那么如果你呢 住于无佛 你正入无我了 哇 你就这样是北周人 因为太自在了 你正果了 北周这样自在 如果你在往后 还有智慧在往后再通 通到地前 那就是通教人了 通教人对法爱有执着 那就好像什么 长寿天一样 是这样 那未有出地的十种六根 十种六根 十种的六根 六根就是大乘根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通教人的大乘根发起 也就是你要开始学菩萨了 你有那种各种的大乘的根性 你就等于什么呢 你的长相也好 你的耳根 眼根等等 都不是大乘根戒身 这个时候就好像诸根不具 到了登地以前 是通教人的地 十地以前 你智慧浅薄 好像四字变充 最后你成佛了 最后你呢 不是成佛 最后你呢 你对于藏教所知的理 你是通教人 你也只是知道空性贱 不能够尽一步求妙有 以及忠道实相理 即便你证得阿罗汉 原觉佛 你也就入在那个位置上 不动不摇 自以为解脱 不往前去 这就好像在佛前或佛后 根本不闻三地法 你一定觉得究竟阿 所以 法娃会上面他就会离习阿 他会离习 他就会这样 这就是佛前佛后 这时是什么 若十报土中畏畏相望 节节作之 此病葬余 畏畏相望 就是在十报庄严土当中 他一地一地的位 这每一位互相的看 上帝对下帝 上一帝 以为二帝对初帝来讲 初帝的人几乎都是八难 都藏在那里 比上不足就对了 那比下当然有余 所以他本身都是有藏难 那种藏难是用理上说的 你二帝还是有智慧不足 与初帝来比的话 他智慧又高过二帝 那么在畏畏相望 节节作之 每一个位置上 你都是有你相应的八难的状态 所以说通教 你一定要转成最起码是通教 一路往前 八难断尽就被接了 简单讲就被接向菩萨道那里去了 也就是能懂三地的 这个全教菩萨或藏教菩萨 往上结成去 不然你都在八难当中藏难 所以佛法不能够究竟 好 这就是八难 最后呢 八难的分别是这样 我们呢 最后讲一个八难的对峙 你怎么离八难 你现在就要对峙 不然你将来长 就算得微人生 你也会有四种难 这样 好 神耶和安这么说 神文人这么讲 奉持八观哉 不堕三图 此事功德 不入地狱 恶鬼畜生八难之中 看到没有 已受八观哉的功德 所以在家人受八观哉 出家人也受八观哉的功德 都不入地狱 乃至八难 方言之 你如果有犯 比丘 比丘你因为时间长 你有犯要赶快颤 大制度论上面这么说 第十三卷这么说 受行八戒 谁学诸佛法 名为菩萨 所以菩萨就清净 清净 愿慈是菩萨福报 就是清净的福报 愿生生不堕三恶八难 你看 受行八戒有没有 所以说受八观哉戒是在家人的出家法 有点这样说 就是原因在这 让你不堕落 那要修再说 至少要不堕落 所以聪明一点的话 你慢慢修好 没关系至少要受八观哉戒 受个一天两天 每个月受一次 每个月或每年就受几次这样 说佛说灌顶经这么说 卷十二又说 若四倍弟子 四重弟子 比丘比丘您姓男 亲姓男 亲姓女 常修六 月六哉日 年三禅哉月 或昼夜今晴一心苦行 就修八观哉 六哉日 还有年三禅哉月的时候 修这个苦行 然后八观哉 八观哉就是他的苦行了 愿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阿弥陀佛国者 意念昼夜 若一日乃至七日 若负忠悔忠音 若负忠音 在忠音声 能听我说 要师流离光佛本愿功德经 尽其寿命欲终之日 有八菩萨名曰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 德大士菩萨 吴敬义菩萨 保坛菩萨 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弥勒菩萨 如是八菩萨 皆当飞往迎其精神 不经巴难生莲花中 自然音乐而相娱乐 所以送药师经也是办法 送药师经 药师流离功德经 也是一个办法 出自佛灌顶经 佛受灌顶经 受八菩灾戒 是他办法 好 那么再来 最后一个 诚实论他说 以四轮 四种法轮 来吹拂这个八难 你在生的时候 你就要做四件事 第一 住善处伦 可生中国 生善处 对治前五难 所以要发愿 住善 生善处 发愿生生世世 常随佛学 进善人伦 所以住善处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你要去住在道场 出家住道场 在家人要怎么样 亲近道场 名为住善处 懂吗 你没有那个善友完蛋 自己修困难危险 住善处 再来 敬善人 亲近 亲近什么 亲近善之士 好的同三道友 可生直佛事 直信佛善人 对治佛前佛后 信佛的善人才能跟你讲佛法 才能引导你入佛门 生在佛前佛后 听不到佛法 你现在亲近佛法 治佛事 第三种 修正愿轮 要发正愿 你平常就要发正愿 干嘛 可具正见 发述心愿 对治世事变充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愿意 生生世世修学佛法 归依三宝 要发这个愿 叫正愿文 你才不会下一辈子 学一点佛 有一点小智慧 结果就办佛 反而又办佛 忘记了吗 第四个 只善应跟伦 可 诸跟玩具 诸善跟治 龙马应雅难 什么叫诸善应跟伦 什么叫诸善 用手帮助人 用脚走路去送好东西 送佛法给人 嘴巴说佛法 赞叹佛法 称赞佛陀 赞美别人修行 赞美别人出家 眼睛瞻仰佛 好要看佛法 那么衣服 自己穿修道的服 我是指在家人 如果出家人 不所俗服 乃至于做出家服 送别人 这样子 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尤其是眼睛耳朵舌头 这三样 怎么样 尽量帮助人 然后与佛法相应 比如造佛像 让人家瞻仰 你的眼根将来能见佛 注意录音带 将来给人家听 给人家听 你将来耳根能充力 能听佛法 你讲解佛法给人家听 将来你不会四字变充 你不会混沌 鱼痴六根不句 鱼痴脑 心念 眼耳鼻舌生意 那个意 意跟顿调 不能听佛法 发疯了 不会 你赞叹佛法 将来你就亲近佛法 你的嘴巴能够讲话 讲得很好 你听佛法的善 你不需打听佛法的是非 你将来你听的都是佛法 你耳朵能听 就叫做善根因 善因之根 要修这个 将来对质 所以八难为贤 但是我们好好对质 先讲到这里 向下文长 不愿意来日 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许愿度 无边许愿度 无边许愿度 安全一迹之功德 庄严佛禁度 庄严佛禁度 尚报世众恩 加其善独窟 二有经文者 激发菩提心 激发菩提心 激之以报身 同神其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